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我父上帝饶恕我们所有的罪过 我父上帝能饶恕我们祖宗所犯的所有的罪孽 在今天我们也求主饶恕我们 洗净我们 使我们得以洁净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赐给我们盼望 使我们有新的生活 使我们能重新开始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庞大的力量和能力 使我们能够给身边更多的人带来益处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越来越好 奉耶稣的名 感谢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听得清楚吗 好的 感谢主 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主的话语 是 以赛亚书34章16节 我们内心平安的时候 能领受祝福的 而我内心总是担心忧愁 总是蹦蹦跳跳 心里总是 蹦蹦蹦蹦的 就是不平安的时候 就说明 我内心离开了耶稣基督 平安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而我内心总是贪婪 总是寻求的是 自己的贪心的时候 就会碰碰碰碰的 总是紧张 担心和忧愁 我们的天父上帝 赐给我们的允许 是平安的 平安的时候 得到天父上帝的允许 而我内心总是忐忑不安 我内心总是碰碰碰的 总是担心忧愁的时候 是得不到祝福的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是平安的祝福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大家知道 就是投篮高手 一流 什么叫一流啊 他一看那个角度 他就知道哪里能投篮 那么 能让我们领受上帝话语的 就是要虔诚的训练 要通过这虔诚的训练呀 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要查考宣读 耶和华的书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半偶 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阿们 因为耶和华的口已经吩咐 正是上帝已经命令了 而且上帝的灵将他们聚集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主的话语 那么 比这更庞大 更神奇的是什么呀 那么在这世上呢 世上的书籍越是喜爱读 越变成恶读的人 不知不觉就成了恶读的人 所以 文凭高 学历高的夫妻之间 都是在纷争争吵的 因为世上的学问 只会败坏自己 学得越多 忧愁忧患也越多 传道书一章十八节 为什么懂得越多 就反而忧愁和忧患更多呢 就学得多 懂得多 就更痛苦 那牧师呢 在这世上我就什么都不学吗 那么我们不学 我无知的时候呢 可能传福音的时候呢 可能会受一些阻碍 为了传福音 我们在这世上所学的一切 都是当作传福音的工具而已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当然了 没什么学问 我什么都不懂 而靠圣灵的能力 靠切切地祷告 真诚地认罪 悔改祷告 因为上帝的话语在传福音 我们要跟随和顺从和遵守 那么 我成了科学家 我要传福音给所有的科学家 我成了医生 我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医生 是为了传福音 我在这世上学习 或者是努力刻苦学习 而很多人把学习和这世上的成功 当成是自己的目标 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灵魂得救赎 是为了传福音 是为了耶稣基督保起的生命啊 为什么在这世上 学历高文凭高的人就要闹离婚啊 学得越多的人 自作聪明的人 自以为很懂 自以为很高尚的人呢 为什么反而很痛苦 甚至很失败呢 大家知道心里的病 都是因为夫妻之间关系不和睦 导致心里闹一身疾病啊 所以这世上的理论 世上的知识呢 那仅仅是传福音的工具 那不是真理 那仅仅是学说和理论而已 所有的真理都是来自圣经的 学说和理论仅仅是可变性 所以总是拿世上的理论和学说来辩论的话 就会伤和气 闹矛盾 就变得很愚昧无知了 所以愚昧无知的才喜欢言论的辩论 这是装甲 世上的理论 那仅仅是装甲 是可赠的 提摩戴后书二章二十三节呀 在座的各位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心 是喜乐的心 是圣灵中的喜乐 使我的心愿得以实现的 使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主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绰绰有余的 能实现一切 所以我们能把一切交给主 这圣经的话语是上帝的书 就是上帝的话语啊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读书 就读圣经吧 而人却不爱读圣经 这很奇怪的 很多人说 秋天特别的好读 就越是秋天的时候爱读书 是书籍的季节 既然是读书的季节 那就读圣经啊 而大家为什么不爱读圣经呢 那么我们刚才也读了 我再读 你们要查考 宣读耶和华的书 这都无一缺少 这句话语正是要拯救我的灵魂 因为圣经的话语全有答案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无论什么的困惑 甚至无论什么的疾病 都能有答案 我们读书 我们读书是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在这世上 找各种各样的书籍 是为了寻求答案 而圣经里才有 所有所有的答案的 而我们并没有找圣经 没有寻求真理 所以总是徘徊在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困惑里 上帝的恩惠 是与我们同在的 而上帝赐恩惠给我们 是通过儿子耶稣基督 实现了这恩惠啊 约安分一章十七节 那么我们要承认耶稣是基督 我们要认识耶稣 就是基督啊 而始终很多人 不认识这基督的存在 始终很多人 不了解基督 当今很多的教会呢 不认识基督 也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全成了谎言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 我们说谎话的 百分之百是要去地狱的 所以不承认耶稣基督 不认识耶稣是基督的 那就不叫教会 反而是纷争争吵的地方 凡是纷争争吵的 都会彼此败坏 败坏旁听的人 败坏听见的人 提摩戴后书二章十四节 这就是当今 为什么有那么多假的教会呢 一个教会如果不能去天国 不能拯救离婚 那就不叫教会了 大家知道我们聚在一起 是为了聆听圣经的话语 是聆听主的声音呀 传道书五章一节 我们献礼拜 是因信靠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保喜的功劳 献礼拜 向上帝献礼拜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 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 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 那献礼拜 那完全就是 跟给魔鬼拜祭 没什么区别了 当今很多的教会呢 跟随教会的 很多教会呢 跟随的是教派的教义 并不跟随真理的话语 圣经话语啊 以撒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 比献礼拜更为可贵的 比献礼拜更为可 更为 宝贵的 就是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因为上帝的话语 正是上帝 约安福音一章一节 因为上帝这里面 有所有的答案 千姿百态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上帝这里是有答案的 大家知道 世上什么书籍是最大的 什么书籍是最丰盛的 就是圣经啊 约安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哪怕整个宇宙是书库 也装不满这圣经的话语的 那圣经不就是一本书吗 因为上帝是全能者 所以呢 把丰丰富富的 比宇宙更加庞大的 圣经的话语呢 缩短成了这一本圣经 为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能读懂 为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能领会 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多么多么全能的 那就意味着我还是不认识上帝呀 按照我们的理论学说 是不可能认识天父上帝的 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 很多说哎呀我研究了 靠研究是不可能认识上帝的 唯独通过耶稣基督 使我们遇见上帝 认识上帝 约安福音八章十九节 耶稣把我们引到天父上帝这里 是我们认识上帝的 唯独靠耶稣基督 能来到上帝这里 约安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 也容不下了 阿们 哪怕整个世界全都是书库 也没办法装满这圣经的话语 那么这书记太多的话 我们这辈子读都读不完了 那么那么庞大的量 上帝缩短成了这一本圣经 很简洁的一本圣经 正是因为上帝是全能者 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圣经的话语 包含了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 大家知道这每一句经文 一边悔改一边地读 这余记经文里面 能让我悔改的内容 比宇宙更加的庞大 大家知道一句经文 看似一句话一句经文 但是里边包含的内容 和悔改的内容 是像宇宙那样的庞大呀 而很多人读了圣经 读了经文 像是都没读一样 不明白 这就是眼睛睁开却看不见呀 我们读圣经 并不是当作文字理论知识来读 是一边承认 我是罪人 认罪悔改 才能读懂圣经 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为的救赎主 我才能读懂圣经的 以赛亚书34章16节 这一句经文 今天是讲都讲不完的 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之间呢 就是 就像 我们小孩子 我还是婴儿吃奶的时候 我不可能认识我妈妈是谁 妈妈给我喂奶 我就吃 那么我就喝了妈妈的奶 我还能维持生命 还能活 那么圣经的话语 这一句经文 不足的普通我朴牧师 哪怕能分讲一万次 我觉得都讲不完这三分之一呀 我们能刚刚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就像是刚刚起步一样啊 仅仅是幼儿园的水准呀 这一句经文庞大到什么程度啊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们切切地求上帝 切切地求耶稣基督打开我的心窍 打开我的心灵啊 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领会圣经的话语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 信了基督之后呢 又离开了 就如同猪狗一样了 圣经的话语多么的丰盛 多么的庞大 是比宇宙的量更加的庞大的 那么这一句经文 哪怕这一句经文 如果全解说开了 韩国都装不满的 那么有些人呢 不领会圣经的话语 就说哎呀 某某某写的书籍呢 据说是好几百册 好几千册 再好几百册 好几千册 也不能追上这一本圣经 因为整个宇宙全是书库 也装不满圣经的话语的 所以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哪怕是亿万种的 千字排带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在上帝这里 撒末尔记上二章 上帝能让我们活 上帝能让我们死 上帝能赐福给我 上帝也能没收这祝福 上帝能让我生病 上帝也能医治这疾病 这全都是我们的天父上帝 耶和华在所做的 就像世上这么多的人 指纹都是不同的 天父上帝就是这样的 全能啊 而我们这种 所有的人都是 由天父上帝创造的 就所有的解决的问题 所有的钥匙是在圣经里边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领会 每个人的醒悟都是不同的 这是非常非常神奇 奥妙的呀 你们要查考 那这你们就是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人呀 就无论是谁 所有的人 凡是读了的人都是要听的 你们要查考 宣读耶和华的书 为什么这里讲的就是书呢 因为在这世上人爱读书的 很多人以为读书就能增长知识 如果大家真的觉得书是这么能受益的话 就更要读圣经 因为这书不是人写的书 是耶和华的书 是上帝所写的书啊 那么很多人在这世上追求 诺贝尔得奖的书籍呀 那世上的书籍 那仅仅是人写的 而我们人都是属魔鬼的 就是不信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都是属魔鬼的 那么所以 如果大家真的爱读书的话 就读圣经吧 我们内心为什么不爱读圣经啊 因为内心的恶魔恶鬼不爱读 怕自己的恶行暴露出来 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呀 那么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 仔仔细细地读 好好的读 我怎样才能仔仔细细地读呢 因为上帝的书 这耶和华的书 跟这世上的书籍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 自亚当下我犯了罪 我们都活在罪恶下 我们和上帝都脱离了关系了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而上帝的书籍就是说 这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所以首先我要和上帝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我才能读懂圣经的话语呀 真因二十六章九节 而我们不属于上帝的时候 不靠上帝的智慧读圣经 反而是靠世上的理论知识 靠自己的文字来理解的话 反而是自己害自己呀 当今很多人说是读圣经 学习神学 但是呢 并没有靠着上帝的智慧 并没有承认耶稣基督 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身份 并没有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为的救赎主 光以自己的理论知识 光按世上的文学文字来读 结果呢 越是读圣经 还是读不明白 反而自己害自己 反而爱引起纷争和争吵 很多牧师长老 为什么成了那么傲慢的 爱搞纷争 爱搞争论呢 犹大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呀 作为牧师更是要拯救灵魂 作为长老更是要拯救灵魂 而为什么成了牧师长老 反而更误会更肮脏呢 因为并没有读懂圣经 并没有遵守圣经的话语 这圣经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活生生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活着的 约翁一章一节 这圣经的话语正是上帝呀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这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 是有生命的 是有功效的 那么很多人说 哎呀我读了 我怎么没觉得 这圣经的话语是生命呢 是因为我读不懂啊 哎呀这上帝的话语 是非常的庞大的能力 而我为什么没有经历 这么庞大的能力呢 这都是因为我按照我的理论来读 按照我的头脑的思想来读 我根本就没有悔改呀 马太分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们要悔改 首先我要承认我是罪人 是耶稣基督保写的生命 是耶稣基督的保写救赎我 拯救我了 西伯来说四章十二节 上帝的话语能力庞大到什么程度 是非常庞大的 是活生生的生命 正是上帝 上帝的话语能赶出恶魔恶鬼的 而我内心始终装着恶魔恶鬼 所以我读也读不懂啊 格林队前书二章十四节 所以读不懂圣经的人呢 按照自己的理论思想来明白圣经的人呢 就爱纷争 爱争论 不爱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生命 反而呢 总是爱强调自己的观点 爱强调自己的想法 这都是属乎肉体的 因为属乎肉体的我们 属乎肉体的呢 都是妒忌啊 毁谤啊 猜测呀 都是属魔鬼的 格林队前书三章三节呀 照着肉体而活 那必定是死的 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而当今的教会 纷争争吵 那都不属乎圣灵 很多人说了 哎呀 那大部分人都是属乎肉体的 难道都要面临死亡吗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三十九到四十一节 得救恩的人数 真的是屈 真的是屈指可数啊 很多人说哎呀牧师长老 那么辛苦 真的会面临死亡 面临灭绝吗 我们的灵魂能否得救赎 是在上帝那里的标准 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不是靠我们的理论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啊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切切的真诚的认罪悔改 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为的救赎主 那么很多人把圣经话语当成是宗教来读 那当然不是宗教了 宗教是人编造的宗教 圣经的话语是真理 是唯一的真理 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的 因为这圣经的话语是耶和华的书 是天父上帝写下的 不是我们人的理论写的 所以我们能领会圣经 是靠上帝的恩惠 是靠上帝的智慧 不是靠人的知识啊 圣经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神奇 是非常庞大的奥妙啊 靠我朴牧师是不可能领会圣经的 是不可能明白圣经的 是靠上帝的智慧知识 靠上帝的恩惠 使我们明白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庞大的奥秘 正是爱子耶稣基督啊 大家知道就比如说 我们有特别神奇的秘密钥匙的话 我们愿意把这个秘密钥匙 给爱喝酒的自己的儿女吗 怕他犯事不会给他的 那么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呀 给了我们上帝的奥秘 正是耶稣基督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呀 这福音传到我们国家这么长时间 而假牧师 假长老 假教会特别的多 妨碍福音的行为特别的多 而我们的良心却始终没有愧疚 良心始终不愿活呀 大家知道属于魔鬼的永远是在妨碍福音的 而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是不是属魔鬼的 格林的后书四章四节 不信耶稣基督还自己以为信得很好 我内心分明是属魔鬼的 我还以为我在做很好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因罪恶蒙蔽住 不知道自己的灵力的状态 而耶稣基督保写的光是照亮我的黑暗 能引导我真诚的认罪悔改 在这世上学的越多 反而犯更大的罪恶 这世上的精英 为什么精英人才反而犯罪力更高啊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光 唯独耶稣基督是光亮 是拯救灵魂 拯救人类的 格林的后书四章四节 是世上的理论知识 学的越多 反而更坏 更败坏 更堕落 格林的后书四章四节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都能刺入 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阿们 这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永远活着 是上帝 这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学问 有很多的宗教 也有很多的医院 在这世上 甚至那些邪教也很多 什么宗教都有 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呢 因为 很多宗教都行不通 所以就编造来编造去 就编出了太多太多的宗教了 而 再多的宗教也不可能剖开一个人的骨髓和骨结 甚至灵和魂都能剖开 也能刺入 而且能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 而且能 就唯独上帝的话语是能医治我的心灵的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拯救灵魂 医治灵魂的 大家知道我们人 内心是有灵的 而 动物和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呀 那么大家知道 动物呢 动物也是有魂的 人也有魂 而人是有灵的 人是灵魂的 而猪狗是没有灵魂的 只有魂 为什么人和动物在一起也会产生感情 因为动物身上的魂和人身上的魂呢 能交接 有感情产生 而我们人不是靠魂来生活 我们人是要靠灵啊 就是心灵的灵魂要活呀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 因为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上帝的形象是基督啊 而我们人犯了罪 就全失去了基督的形象了 光有肉体 人光靠着肉体活 那就是如同死亡的处类一般 很多说 哎呀 我们也不是讲究爱吗 世上讲究的爱 那都是肉体和情欲的爱 甚至说妒忌 把妒忌当成是一个爱 那妒忌怎么可能是爱呢 爱是不加害于任何人 没有任何妒忌 是牺牲啊 是爱人如己 大家知道我们男男女女的爱 这世上的爱 都是为了添充自己的满足啊 这就是动物之间的爱 就是属于情欲 属于肉体的爱 那么世上的爱跟上帝的爱 是完全不同的 上帝的爱是什么呀 上帝向我们的鼻孔里吹了声气 使我们的人有了灵 而这个灵是靠圣经的话语 是靠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才能活 在这世上有再多的妻子 有再多的丈夫 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历代的王都有那么多的宫女 那么多的妻子 也没有满足 这世上 这世上我们之间 人与人之间 是不可能天充满足的 因为我们人内心是有灵的 这灵里活了 才有真实的满足 而灵魂呢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保血才能活 信了耶稣基督我的灵里 才能满足 才能幸福 才能真实的满足啊 罗马书四章六节 所以领会了上帝的爱的人 领会了这真实的满足的人 内心得照耶稣基督保血生命的人 这样的人 创造出的作品 创造出的所有的艺术品 那才是真实的 能照亮身边的人 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 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 是永存的 耶稣基督保血的生命 是永存的 遵守上帝旨意的 那才是永存的 世上的学问理论知识 仅仅是流行 就是流行那么几个小时 或者是几个时代而已 没有永存的 上帝的话语 可是永存的呀 上帝的话语 能破开我们的灵与魂 上帝的话语 医治我的灵魂 使我死去的灵魂 能活过来 约翰三说二节 灵魂得以兴盛的时候 我灵魂属于天国的时候 在这世上 凡事都是横通的 甚至上帝的话语 能破开我的骨髓 骨节 上帝的话语 能使我的血液 重新燃起来 就是说 使我的内心 有好的血液 重新有好的血液循环 就是无论是灵力的问题 还是这世上的问题 上帝全都能解决 正是上帝的话语 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世上的书籍 真的是不值得读啊 当我彭牧师 也不认识圣经话语的时候呢 我也一直在去书店 去寻找书籍 但是自从我领会了上帝的话语 领受了这悔改的福音之后呢 不再读世上的书籍了 我只读圣经 就像是我们 垃圾会把垃圾捡到家里来堆积吗 世上的书籍算什么呀 灵里没有活的人 按照世上的理论知识 为的是初纪的民生的 仅仅是为初纪的民生写下的 而上帝的话语呢 这上帝的书呢 是拯救我们灵魂的 能照亮身边的人 能照亮世界 也能 也能做爱国者 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很多的益处 而大家为什么不读圣经呢 耶和华的书 正是这圣经啊 圣经的话语 此时此刻 就是活着 是有功效的 正是在做工的 不仅是我的灵魂能活 而且能使我的身体得以健康 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非常神奇的呀 我们再回到 以赛亚书34章16节 你们要 查考宣读 耶和华的书 耶和华是谁呢 耶和华四章39节 耶和华就是天父上帝呀 你们要查考宣读 耶和华的书 就是让我们 仔仔细细地好好读 因为圣经的话语 全是带着凭据的 就是圣经的话语 全是带着凭据的 据像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电话号码是精准的 那么圣经的话语 是更加的精确无误的 真言八章十二节 上帝的智慧是 以灵命为居所呀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更要明确呀 我们切切地祷告 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 唯独靠圣灵使我们领会上帝的话语 那么很多人读圣经 没有领受圣灵 甚至没有悔改 不可认罪悔改 不可认罪悔改的话 是读不懂圣经的 那么圣经的话语 是都带着几章几节的呀 真言八章十二节 圣经的话语有几章几节的 而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功效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分明活着的 是有功效的 仔仔细细的读啊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缺少就是意味着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答案 我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儿女操心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的问题 当我求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切切地祷告 求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使我们得到答案 而上帝的话也不信 那就是被定罪了 信了就能得救赎啊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上帝的话语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半傲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父母犯罪恶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犯罪的那一瞬间呢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就破裂了 那么圣经的话语 告诉我们答案 也给我们解决方式 告诉我们解决的答案 所以圣经的话语 全是答案 全是真理 因为圣经的话语 是上帝的话语啊 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正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所命令的所有的话语 是上帝赐给的圣灵 是我们领会的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全能者上帝赐给了我们 这一本圣经啊 而且使我们 这世上所有的问题 千姿百态的各种各样的 亿万种的问题 都能解决 这正是上帝的允许 而很多人说 哎呀那我读了圣经 怎么还没有领会 那么甚至很多人说 哎呀我读圣经好几百遍了 但是我为什么始终没有领会 圣经的话语呢 我们要靠圣灵明白 圣经话语啊 就比如说 从一号 一直到十号 一到十数字里边 有我的电话号码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 我的电话号码的话 是打不通的 那么大家能明白吗 无论是什么样的教会 凡是不会读圣经 不领会圣经的话 反而是自己在害自己呀 什么是说谎话的 什么是欺诈的呀 比如说打电话 我自己都 这个电话都没有打通 光我一个人 说来说去 这根本就没有 给对方 任何的信号 那就是在欺骗人呀 就是说 我光嘴上说说 我的 我 我所讲的和上帝 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我讲的并不是上帝的话语 并没有给出上帝话语的 那就是欺骗人的 是假的呀 上帝的话语 是非常精确无误的 真切的志愿 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 提摩太后书三章 十六到十七协议二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义的 教属上帝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阿们 这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精确的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那么 那么我要领会上帝的 就是我属于上帝的 我属于上帝的时候 我才能读懂上帝的话语呀 那么圣经给的我们是什么呢 圣经给我们的是教训 圣经的话语 是教训 是教训 而且多则 那么 于教训 多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义的 真言二十九章十九节 为什么 说好话的时候 人不爱听 但是狠狠地责备的话 人才肯听 才肯 聆听呢 我们 圣经的话语是能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的 这圣经的话语是 最终是为了让我们 归向上帝 归向义 世上的书籍呢 仅仅是教训 仅仅是经验而已 而 世上的书籍是不可能 拯救一个人 也不可能使人归正 也不可能使人 成为义的 而上帝的话语 是能让我们成为义的 而能让我们成为义的 这过程首先是 听教训 听责备 使人归正啊 世上的书籍不可能成为 不可能让我成为义人 世上的书籍呢 仅仅是讲讲外表 只有圣经的话语 是能让我们成为义人的 那么其他的宗教说 哎呀修行修道 是不是也能成为义啊 不可能的 因为上帝说 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我们找下罗马书三章十节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义人呢 是因信靠耶稣基督啊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儿子耶稣基督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的 因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成为义人 所以我们需要切切地祷告 是真诚地认罪 悔改祷告 做四阶段悔改啊 我们读一下 罗马书三章十节一二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阿们 在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自亚当夏娃犯罪 我们全成了罪人 因为亚当犯了罪恶 自亚当犯罪 我们全成了罪人 活在罪恶的挟制下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世上没有义人 所以这世上是浑浊的 是无悔肮脏的 是罪恶的天下 这世上没有义人 就意味着我的灵魂 全是死去了 光带着肉体 光按照理论思想来活 就强肉 就是像动物世界一样 当今的世界 为什么喜欢出自的民生 参加竞选呀 因为这都是动物世界了 就 人追求的是钱财和名誉 而灵魂活了的人呢 是与上帝同行的 与上帝同行 那才是最为高尚 是我们追求的呀 真言二十二章一节 靠情商智商 什么都做不到 以为在这世上 人以为靠情商智商 能活得很精彩 而光靠情商智商呢 仅仅是动物世界 仅仅是动物的水准 灵魂活了 良心活了 那才是能超越时空 超越一切 是与上帝同行 那才是真实的为人 是能拯救 一个人的灵魂 也能帮到身边的人 这正是我们要 找回自己的形象 找回我们的灵魂呀 这就是靠耶稣基督 是信靠耶稣基督 希伯来说九章十四节 大家知道 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恶 钉死在十字枪 第三天复活 是能让我的灵魂 从死里活过来的 我们为什么祷告呢 是承认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所以我们要祷告 是切切地认罪回改祷告 我们找一下真言 二十六章九节 很多人说 哎呀我读圣经 好像读一本书籍一样 我读了一遍了 然后感觉 哎没什么用啊 我们读圣经 是为了拯救我的灵魂 为的是拯救身边人的灵魂 大家不要按照理论知识来读圣经啊 我们读圣经 是为了来认识上帝 是为了来遇见耶稣基督 为的是要真诚地认罪悔改啊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而当今很多的人读圣经 并没有认罪悔改 结果阅读圣经 反而按照自己的理论知识来 来就是解说 结果就完全也解说错了 甚至呢 反而自己害自己呀 就比如说我全身上下全是刺儿 我全身上下全是刺儿 然后我用我的身子去拥抱别人 反而是在刺痛别人呀 这就是我们不认罪的时候 不认识耶稣基督 保险生命的时候 按照理论知识来 光按照理论知识来 要明白圣经的时候呢 反而会刺痛别人呀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 好像荆棘刺入罪悍的手 阿们 就愚昧的人 什么是愚昧的人呀 就不肯悔改的人 不懂得认罪悔改的人 这就是愚昧的人 我们犯了罪恶 我们自己全放了 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然后呢 觉得自己还挺好的 不可认罪悔改 不悔改的人是读不懂圣经的 不承认自己罪恶的人 是不可能读懂圣经的 就像是我全身上下 全是刺儿 我以为我拥抱了别人 结果我全是刺伤了别人呀 为什么很多假的教会呢 为什么有很多假的教会 为什么有很多假的神学者 为什么有很多假的牧师 假的长老 很多人说学习神学了 读圣经了 甚至研究圣经了 反而成了更坏的人 成了更恶劣的人 反而犯罪 也不悔改 所以我们读圣经 首先是要认识耶稣基督 承认我是罪人 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为的救赎主 正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圣经的话语 就是上帝 我们是罪人 我们怎样才能与上帝和好 我们怎样才能与上帝建立起关系呢 唯独通过上帝的儿子基督啊 我们找下格林的后书 五章十九节 我们为什么要做四阶段悔改呀 就是为了信靠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 为的是属于基督啊 大家知道很多人 不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读了圣经 是很傲慢的 是很骄傲的 爱搞言论的纷争和争吵啊 就相信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的人 都是读圣经了 甚至也学习圣经 我平洋牧师曾经 也一直参加圣经学习班 然后呢 光用理论来读 光用理论来学习 结果呢 变得多么的傲慢呀 总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总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 然后用我的理论知识来明白圣经的 那全是害人的 反而整天在犯罪 自己意识不到自己在犯罪 所以我们要悔改 真诚地认罪悔改 首先我承认我是罪人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呀 出来几句二十章五到六节 在座的各位 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真诚地认罪悔改了之后 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承认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赎主 能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涂抹我罪恶的 唯独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功劳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这圣经的话语 是运行在我的内心的 能使死的活过来 能使无便有啊 就比如说 丈夫给我写了一封信 丈夫去中东打工 然后呢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就比如说 丈夫辛辛苦苦在外面打工 然后呢 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和一封信寄给我了 但是我把这封信读成 是曾经的某个恋人的 一封信的话 是什么感觉呀 把丈夫的一封信读成 曾经的某个恋人的一封信 那完全是错的 上帝写下的这圣经 我们不当成上帝的话语来读 反而按照我的 世上的理论知识来明白的话 那和上帝是没有任何关系呀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领会 上帝的话语啊 是靠上帝的灵 靠上帝的智慧 才能读懂圣经啊 上帝的话语是上帝写下的 那么我属于上帝的时候 我才能读懂圣经的话语啊 那我怎样才能属于上帝呀 唯独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啊 就比如说两根电线 两根电线如果没有接上 开关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呀 两根电线连起来了 这才能 这开关才是有功效的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首先我要认清我是谁 首先承认我是个罪人 是因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才能领会圣经的话语啊 这圣经的话语是 圣经的话语是上帝写下的书 是上帝所写的话语 就是上帝 而我们是愚昧的 我们是罪人 我们要认罪悔改 那能认罪悔改 是靠上帝的恩惠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是为了我们的罪恶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呀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二到三节呀 我因信靠耶稣基督 成了义人 我才能读懂圣经啊 但是如果我不 我不读圣经呢 我怎么可能领会 圣经的话语 怎么可能认识上帝的话语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罪悔改 承认我是罪人 在读圣经啊 韩国人 到处都说要学习圣经 处处都说在研究圣经 有圣经 读圣经小组 但是呢 并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并没有认罪悔改 导致这个国家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格林的后书五章十九节 格林的后书五章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 教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阿们 上帝居住在哪里呢 上帝是在基督里边 教世人与自己和好啊 那么我们要属于基督了 才能与上帝和好 因为上帝是在基督里 使我们这些罪人与上帝和好的 那么基督 承认基督 就是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啊 那么 承认基督 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切切地认罪悔改 做四些段悔改祷告 我们找一下 《帖撒罗人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 那很多人说 哎呀我信主了呀 信主 什么叫信主啊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身上 这才是信主啊 那么我不悔改的话 我不认罪 我不悔改的话 不可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 就一定是要切切地认罪悔改 真诚地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 哥勒西书二章八节啊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 是运行在我的内心 是拯救我的生命的 因为上帝 只认耶稣基督啊 上帝是与耶稣基督一直同行 一直同在的 那么我们要属于耶稣基督了 我们才能与上帝同行了 上帝的话语分明是活着的 是有功效的 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 而很多人说 哎呀 我信了呀 其实你没有信 我说我信了 如果你说你信了 那么基督就要在 基督活在你身上 那才是信主啊 并不是说我以为信了 那是信的 所以我们要时刻醒查 我到底有没有信心呢 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活在我身上呢 我们时时刻刻要醒查 我是不是属于基督啊 甚至我要承认 哎呀 主啊 一直以来我没有信 甚至我的信太渺小 甚至说我一直都是假信 并没有真信啊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 帖撒路加前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 因你们听见 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难以为是上帝的道 这道实在是上帝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阿们 很多人说 哎呀 主的话语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 我们都说我信主了呀 但是为什么 我内心没有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找一下 以福所书三章十七节 很多人分明没有信心 自以为自己有信心 那就是被罪恶蒙蔽住了 自己在欺骗自己 是不悔改的表现 我们踏踏实实地 真诚地认罪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恶 承认我一直以来 我以为有信心 并没有信啊 我的信全是假的信 求主赐给我信心 求主怜悯我 真言十八章二节 什么是固执挽耿啊 傲慢 骄傲的就是固执挽耿的 是愚昧无知的 真言十四章三节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傲慢 骄傲的人 是上帝亲自阻挡的人 傲慢 骄傲的人 一定是败坏的 是灭亡的 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来教会很长时间了 我做长老很长时间了 而我们家庭却一塌糊涂 而且越来越不好呢 那都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真实地信耶稣基督 从来没有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从来没有真诚地认罪悔改过 这都是因为我是个假的信 并没有真实的信 而很多牧师长老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还以为自己信得很好呢 在族的各位 只要我们承认我的罪恶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话 上帝就能赐福于我们 上帝能使我们脱离罪恶 而且饶恕我们的罪恶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是最好的 而且这一定是能行的 因为上帝在造就一切呀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拯救我们 上帝使我们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呀 在族的各位 上帝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是非常非常丰盛的 是爱 是拯救一个灵魂 抑制疾病 赶出恶魔恶鬼 是非常庞大的能力 是权柄 我一直不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的罪恶 我一直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我没有悔改 这就是我的罪恶呀 一副所说三章十七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无论做什么 我们读一下一副所说三章十七节 一二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阿们 而当今很多的教会 没有讲基督 没有讲出基督的奥秘 也没有给出耶稣基督悔改的福音 那就是假的讲道 那就是假的教会 哥勒西书二章八节呀 按照我的理论 按照世上的文字文学 来明白圣经 或者读圣经的话 那反而成了更坏的人 光用头脑的理论知识 是不可能明白 不可能领会上帝的话语 不可能领会上帝的爱的 反而按照自己的理论知识 对抗上帝 与上帝作对 成了上帝的仇人 又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再次说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罪恶 做父母的 一直这样信了主的话 如果是按照理论知识来信主的话 那因父母的罪恶全害了儿女 甚至害了子孙三四代 所以大家今天 各自来省察一下我自己 我们要切切地认罪悔改 真诚地认罪悔改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 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啊 唯独靠耶稣基督宝血的生命 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我们才能明白圣经 读懂圣经啊 我们为什么要做四阶段悔改啊 四阶段悔改 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承认耶稣基督 是投靠耶稣基督的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不可能明白圣经的 而上帝的灵 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 使我们领会圣经 使圣经的话语 铭刻在我的内心 靠圣灵使我明白 靠圣灵使我领会 靠圣灵使我们认罪悔改啊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为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承认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我为的救赎主啊 我唯独通过耶稣基督 使我们认识上帝 与上帝和好 所以我们切切地祷告吧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祷告吧 只要信靠耶稣基督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切切地求耶稣基督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 自然就运行在我的内心里 帮助我解决所有的困惑 告诉我什么原因 告诉我悔改的内容 引导我认罪悔改 这正是上帝的功劳 是上帝的话语的功效啊 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在座的各位 真切地祝愿大家读圣经啊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有功效的 是活生生的生命 正是主的话语 正是耶稣基督宝血的生命啊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 上帝的话语全是带着能力的 而且上帝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生命啊 是剖开我的骨髓 抑制我灵魂 拯救我灵魂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主的话语是如此的珍贵 与宝贵的 是活生生的生命 而我们一直以来 不会读圣经 按照我的想法来明白 按照我的理论知识 按照我的文学 想明白 却是明白不了的 也不可能领会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的罪恶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读圣经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死的生命 切齐地认罪悔改读圣经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啊 主啊 感谢主 告诉我们了 这庞大的奥秘 就是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是基督的奥秘 我们相信 主赐福于我们 我们相信 全能者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引导我们领会圣经的话语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一直以来 按照我的理论 按照我的知识 按照世上的文学 想明白圣经的 这都是我们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求主使我的灵魂活过来 求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使我的灵魂活过来 使我们做主的真实的仆人 使我们盟主的使用 愿此刻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无限的爱 与圣灵的感动与感化 与圣灵的引导和保护交通 从今天开始 我们此时此刻下定决心 要信靠耶稣基督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真诚地认罪悔改 愿意领受上帝话语的 在每个下定决心的 每个心灵上 奉主的名祝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1 1 2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